第612集 叶浩轩无奈地摇了摇头 不过李延新的话倒是事实 他的祖外公 也就是杨锐明的太爷爷 也是位响当当的人物 可惜过世得太早 他们这个圈子的人 有一个共同点就是 跟倭国人不对头啊 两人扶在那里等了片刻 只见小屋里的灯早已经关闭 整个屋子里黑漆漆的 半上也没有一点动静 叶浩轩翻身起来不声不响地 向小屋边潜伏了过去 李延新紧跟在他的身后 到了门口叶浩轩神言发出 小屋内的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 门并没有锁死 他轻轻地推开门 闪身跑进了小屋 屋内漆黑一片 但是入眼两团悠悠闭忙 缓缓地站了起来 嘴里发出了一阵吼叫之声 向叶浩轩缓缓地逼紧 叶浩轩已经看清楚啊 这是一头藏鸥 虽然并不是纯种的 但是看他的品相 并不算太差 在他发出吼叫之前 叶浩轩双眼之中子童一闪 射魂术强大的念力瞬间控制住了他 他一言不发 老老实实地退到了一旁 随后而来的李延新 猛地向前一跃 右手一翻 一掌击在他的脑袋上 把他的头骨击裂 脏熬发出一阵低鸣 翻身倒在地上 一动也不动了 李延新就是这样的人 在他的眼里不容许 有半点潜在的威胁存在 放翻了脏鸥 叶浩轩打开了室内的灯 并不算亮的灯泡 显得十分的昏暗 叶浩轩向前走了几步 感觉地下的地板 声音有些异样 他们走到一个地方试了试 然后蹲下身去 揭开了两块木质地板 只见一个仅容两人的通道 出现在两人的眼前 这小屋里有一个地下室 两人顺着地下室的阶梯 向下走去 地下室并不紧 两人顺着阶梯 悄悄地走到了尽头 一个通道出现在两人的眼前 只见一个粗壮的大汉 坐在一张椅子上 正在打着盹 手里还拿着一把AK 李延新走上前 他拍了拍那正在睡觉的大汉 笑隐隐地说 有空吗 那大汉猛地惊醒 他猛地举起手中的枪 指向李延新 只是映入眼帘的 却是一张甜美的面孔 这不由地让那个汉子 微微一愣 一时间脑袋不清楚 竟然回不过神来 就在他这一愣的瞬间 李延新一把掐断了他的喉骨 这汉子双眼圆睁 喉咙里发出了一阵不正常的咯咯声 然后轰然倒地 这个女人出手勾狠 叶浩轩佩服地向他伸了身大拇指 心想自己还是不够狠 要是换了他 他顶多会把人打晕 李延新像是做了一件 微不足道的事情一样拍拍手 然后继续向里面走去 这里的守卫非常的森严 沿途解决了几个之后 叶浩轩终于忍无可忍地说 你能不能留下一个火烤 我们好问话呀 他的话音刚落 李延新又扯着迎面走来的一个人 一拳打碎了他的牙齿 然后扯到角落里笑隐隐地说 问吧 叶浩轩无语啊 牙都给打碎了 但愿这可怜的家伙 还能开口说话 他蹲下身沉声道 问你话 如是回答 那被打碎牙齿的人 一嘴的鲜血 他惊恐地看着叶浩轩点点头 你们这里的老板是谁 抓这些流浪汉和乞丐 是做什么的 另外 谁是你们的老板 叶浩轩问道 我不知道 我们的老板叫葵蛇 他在前面左拐第一间屋子 由于牙齿被打碎 所以那人说话 现在有些漏风 他含糊不清地说 一条小鱼 叶浩轩一拳放倒了他 然后顺着他指的地方 去找他们这里的大老板 走到通道的尽头 在左拐第一间的屋子里 一群赤着上身的大汉 在一起喝酒打麻将 另外有几名明显喝糕的男人 正在肆无忌惮地压着几个女人 整个场面显得污秽不堪 透过把叶尔窗看到了里面的情景 李延欣的脸瞬间红了 他连忙退到了一边 脆倒 王八蛋 没个好东西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看起来像是背着枪支 巡逻的人走了过来 他见到叶浩轩和李延欣这两个 不速之客大声地喝道 什么人 同时他反手从身后抽出了一把手枪 对着叶浩轩放了一枪 叶浩轩身形一闪 骤然出现在来人的跟前 他右手一扬 一颗黄橙橙的子弹 从他的手心里滑落 开枪的人目瞪口呆 空手接子弹 这货还是人吗 就在他要举起手枪 就要开第二枪的时候 叶浩轩右手猛地向前一切 切到了他的胸膛处 咔嚓一声响 那人双眼圆瞪 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只是他这一枪惊动了室内的人 正在房间里嗨的人乱成了一团 打麻将地扯着身边的枪就冲了出去 在床上正嗨的人马上提起裤子 乱哄哄地向外冲了过来 门一开 几把枪率先伸了出来 叶浩轩猛地冲了上去 双拳砸出 瞬间放倒了两人 这些人手中有枪 他有足够的理由干掉他们 他的速度快得出奇 没有给这些人足够的反应 片刻不到室内的十几个人 全部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叶浩轩扯着外面的人丢到了室内 挨个看了过去 他沉声道 谁是魁蛇 这些人双手抱头 一个个跪倒在地上 听到叶浩轩的问话 互相对视 并不说话 一边的李延欣走上前 双手按住其中一个人的脑袋 猛地一抽 咔嚓一声 那人双眼翻白 倒在地上抽出了几下 就过去了 他的脖子成不正常的扭曲 李延欣刚才一招扭断了他的脖子 他是 他就是魁蛇 终于有一个惊恐的声音响起 他指着一名五大三粗 神色阴霾的大喊叫道 扶在地上装傻的魁蛇索性站了起来 他身上闻着一个巨大的蟒蛇 看起来极其的可怖 他喝道 不错 我就是魁蛇 兄弟 是哪条道上的 叶浩轩一言不发 把其他的人挨个放倒 然后走到了魁蛇的跟前说 我不是道上的 我只是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你抓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 去器官卖钱 这些乞丐也就这点用处了 魁蛇冷冷地说 他见过的大事面多了 即使是现在对方有压倒性的实力 但他还是傲然不惧 是吗 那你倒是说说 一颗剩多少钱 两颗眼又有多少钱 说错一句 我费你身上一个零件 叶浩轩冷冷地说 魁蛇情之眼前这对男女 没有那么好糊弄 他叫道 你是条子吧 我做这种事情迟早要吃花生米的 放马过来吧 要杀要剐 他话还没有说完呢 叶浩轩一脚踹在他的膝盖上 然后扯着他的手臂 来了一个分筋挫骨手 魁蛇的右手筋骨仿佛像是被打劫了一般 整条右臂的痛感让他脑门上冷汗淋淋 叶浩轩又抓住了他的另外一只手 然后笑道 我的手段还有很多 如果你不说的话 我打算让你挨个儿试试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死 在这个过程中你的意识会很清醒 我曾经对付过很多人 你要不要试试 你想知道什么 我说 魁蛇终于低下了他的脑袋 你不是人贩子 因为人贩子不会抓这些年老没有用的乞丐 你也不是卖器官的 因为你不懂行情 我只想知道 你抓他们来 到底是想干什么 叶浩轩淡淡地说 有人指使我这么做的 抓一个人有十万可拿 魁蛇强忍着手臂上的疼痛道 是谁 叶浩轩双眼中寒光一闪 我不认识 他从来不以真面目示人 每次交货都是送达指定的地点 他的要求呢 要求是人流量大 身份不明的人最好 偶尔也会要求一些年幼或者年壮 你还知道些什么 叶浩轩喝道 我 我只知道抓人 这场地和武器都是对方提供给我的 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魁蛇摇摇头 这次交货的时间是什么时间 地点在哪里 叶浩轩一把揪起了魁蛇 后天晚上地点就是 魁蛇说到这里 他突然双眼猛地睁开 他的眼珠子向外突出 就像是死鱼眼一样 与此同时 他的蹊跷都躺出了鲜血 然后他脑袋一歪 人软啪啪地倒在了地上 没了声息 叶浩轩吃了一惊啊 他一探魁蛇的卖门 只见他已经弃绝身亡 现在就算是施展搜魂术 恐怕也搜不出来什么了 他是中骨了 李延欣诧异地看着魁蛇 七窍之中流出来的黑血 骨 叶浩轩这才注意到魁蛇身上流下来的黑血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金翅鼓虫从魁蛇的鼻孔里钻出来 一个反身就要顿逃 是巫女 叶浩轩大喝了一声 右手虚空一抓 那金色的鼓虫便虚浮在半空 他拼命地挣扎 但是奈何无论如何挣扎 也逃脱不了叶浩轩的掌控 叶浩轩右手一握 半空中的鼓便化为了积粪 巫女就在附近 叶浩轩断定 这鼓是新语放出来的 只是他不明白的是 他明明已经亲手毁去了 巫女的巫园十海 可是他现在为什么又能掌控巫术 那还不去追 李延欣微微一愣 完了 他已经逃了 叶浩轩沉吟的 我明明已经毁去了他的巫园十海 让他的一生污吏尽肺 可他为什么又重新掌握了古术 巫道也有这几千年的传承 指不定有什么秘法 能让他实力恢复也未尝不可 李延欣道 叶浩轩点点头 眼下也只能用这个说法解释了 这帮人贩子现在都聚集在这里 他和李延欣一起四处看看 绕到另外一边走廊的尽头 只见另外一边一个足足有数百平方米的空间 出现在两人的眼前 这里面或坐或躺着数号人 这些人无一例外是被人用绳子给捆着 整个空间散发着难闻的味道 大部分人双目无神 就像是笼中的猪仔一样 等着被人宰割 你是说 这些人以后都会被带到村镇做活体实验 李延欣看着眼前面无表情 双目空洞的人 神色有些震惊地说 如果不出意外 他们就是在等着被人做实验 李延欣忍不住问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影响基因 达到改变基因的目的 进而达到长生的目的 村镇家族想要通过人体基因研究 达到长生的目的 李延欣吃了一惊啊 不错 但是他们不会成功的 他们只会害更多的人 之前幼儿园的药 已经影响到了立命儿童 不过好在还不算严重 停药之后能让他们变得正常 李延欣感觉到有些可怕 村镇的人为了达到 严长人的寿命的目的 竟然做出了这等丧心病狂的事情 他有种错觉 自己的师父一味地追求长生 那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虽然不知道天机所牵连有多广 但是李延欣隐约地感觉到 师父想达到长生的目的 恐怕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他隐约地觉得 村政要起此举 一定与长生的事情有所牵连 魁蛇一死 这里的线索 邓渝说又断了 叶浩轩给陈若曦打了一个电话 告诉他自己所在的地点 这件事情让陈若曦着手处理比较好 第二天 叶浩轩正常坐诊 诊完三十名病号以后 千叶颈子像是掐着时间一样 出现在他的诊室门口 他只身一人前来 看起来是有恃无恐 医生 我们合作也有一段时间了 想来 我们合作进行得也很愉快 你看 我们是不是要进行更深层的合作 你应该看到了我们的诚意 千叶颈子道 叫我名字吧 顺子实不敢当 我也不过是一个凡人 很多事情都很无奈的 叶浩轩摇摇头道 名字只是一个称呼 怎么叫都行 千叶颈子微微一笑道 那以后你直呼我颈子好了 不要叫千叶小姐 在你们话下 小姐两个字带着有其他的意思 无事不登三宝殿 你来这里有什么事吗 叶浩轩淡淡地问 他清楚千叶颈子 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地 来这里找自己的 虽然现在双方明面上 还没有撕破脸 但是明里暗里 可没少往死里抢 对方是敌是友 大家都心知肚明 千叶颈子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地 闲着来找自己的 来这里是请医生参加我们一个新品发布会的 千叶颈子拿出来一张情铁道 我们沃国是没有情铁这一说的 但入乡随俗 为了表示我们对华夏医药市场的尊重 所以就依据华夏的习俗来 还希望医生届时一定光临 叶浩轩心中一领了 这个女人终于要动手了吗 暗地里实验已经行不通了 特勤局方面把村政家族盯得死死的 千叶颈子索性明枪实战了 他们如果在华夏发布新的基因药物 请各大媒体鼓吹一番 华夏方面没有十足的证据 是不能拒绝他们的药品上市的 但这药确确实实地有问题 叶浩轩调查过 村政药企是一个隐秘的家族 如果到时候出了问题 他们可以直接玩失踪 到时候背黑锅的是沃国的政府 不知道贵公司有什么强力的药品上市 是否能够事先透露一二 叶浩轩问道 你们华夏发布新品的时候 都会保持一份神秘感 事先说出来 你的兴趣就会减少的 善于炒作的是你们 你们应该清楚 这是不能随便透露的 三天以后便会见分享 到时候还请你一定光临 有一声称场子 我想华夏民众方面 会更容易接受我们的药品的 千叶警子道 皆是一定光临 叶浩轩暗自冷笑了一声捧场 到时候不砸你场子就是给你面子了 这种药绝对不能够流入华夏市场 那好 先谢谢医生了 我们回头见 千叶警子奄然一笑 转身离去 就在他一笑的瞬间 叶浩轩整个人愣住了 他不知道千叶警子 和郑双双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因为他刚刚那奄然一笑 刹那间的风情 竟然与郑双双几乎一模一样 看着这个女人渐渐远去的背影 叶浩轩越发觉得 他难以捉摸 他不清楚千叶警子 真实的目的是什么 按理说 如果他想要推出精英药物 在华夏市场 是要瞒自己才对 他这样大张旗鼓地 给自己下情帖 难道就不怕自己捣乱